我可以到你的垫脚室 我可以 你这样 会让我以为你已经妥协了 从你出现在 我眼前的那一刻起 我却已经妥协了 我情愿 我告诉你 你是我活的人 无论发生什么 我都要你活着 否则我你绝对不会原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呢 你这里有一道伤 是刀伤对不对 你当时应该还想 是谁对你下这么重的手 要置你于四点 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你不需要知道 可我想知道 十五年前 我家被人灭了门 这道疤就是那时候留下的 刀子扎进来的时候 我都以为自己要死了 是我娘拖住了那个人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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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那个人现在死了吗 还没有 不过应该快了 我帮你一起报仇 你说什么 我说 等你找到那个人 我帮你一起报仇 我是你的女人 不是吗 孟爷说 顾廷威那边有消息了 在哪儿 孟爷正在确认 这几日便会有准信 知道了 莫先生 如果顾廷威 真是当初杀了您全家 抢走愚眠修罗的人 您该如何自处 那就想办法瞒着她吧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几日不见 想你了 你都去哪儿了 去为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礼物 这是什么 展开看看 从今以后 从今以后你不再是刘云堂的人了 青衍 你自由了 这很危险的 你是怎么办到的 你没有受伤吧 这些不重要 青衍 我知道你不喜欢杀龙 从今以后你再也不用拿刀了 有什么事发生了 有我替你担着 你只要开心活着就好 那我从今以后 就只认定你一个人了 你可不能推开我 好 青衍 青衍 不管我们将要面对什么 我都会护好你 四小姐 四小姐你别去 一帆哥 孟爷说的是不是真的 他又说什么了 他说 他说你跟顾青衍好伤了 是 我不信 你是在骗他 你在利用他呢 对不对 一帆哥 你可是答应过我爹 你说过会照顾我一辈子的 我答应过你爹 我会做到的 我说的不是这种照顾 一帆哥 顾青衍他不是个好人 他手很脏 他杀过人 那要怎么样 我也杀过人 送他回去 一帆哥 我哪忍不去 我就在这儿等你 过惯了打打杀杀的日子 这样安逸的生活 突然有点不太习惯 你知道我们幼时的日子里 我觉得最幸福的一次 是什么时候吗 最幸福的 什么时候 有一年除夕 下着大雪 当时我们无处可去 就躲进一座破庙里 夜里对面的村庄 突然放起了烟花 我当时都觉得自己快死了 有你陪着我 突然就觉得也没那么冷了 你不会不记得了吧 知道今天为什么带你来这儿吗 我之前答应过你 要送一场只属于你一个人的烟花 我来履行承诺了 什么 你今天带我来 就是来带我看烟花 原来你都记得了 一凡 我其实很怕孤单 你不会离开我吧 你这辈子别想到了 你这一生我都要了 无论你在什么地方 只需要在原地等我 我来找你